骑士经过高南公路路边停了一辆白色的货车 飞扬的帆布勾到了机车把手 骑士当场摔车还颇及到了另外一辆机车 干嘛啊 其他经过骑士下到立刻放慢速度 这起车祸造成两名骑士滑倒摔车物品散落一地 而货车驾驶当时仍旧在现场 从行车记录器上可以看到 驾驶当时正在货车的后方拉着帆布 要覆盖车上的纸箱货品 但是没注意到帆布会引起车祸 还真的蛮危险的 这个雷下去如果万一没注意到 擦伤还蛮严重的 制造后面的车祸大型车祸也说不定 蛮危险危险 不小心弄到车子就人就跌倒 幸好摔车其实还能够自己站起来 看起来伤势不算严重 事情发生在26号的下午4点左右 高南公路平常的车流量就很大 这一次货车驾驶拔车停在路边 整旅货品因为帆布酿货 机车右车把手 沟道防部导致摔倒 后方形势成立一闪避布局 碰撞倒地 现场驾驶经149车值均为0 尽管当时货车是停在车格中 并不是在行驶 没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但是因为帆布没有固定好 导致车祸还是主要的造势原因 摔车歧视的医药费和车损 货车驾驶恐怕还是得负起赔偿责任 三立区黄之中和陈凤高雄报道